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九仙小姐姐 我又来了 茅台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作为一家公司它有多牛 茅台的酒可以卖到多贵的价钱 茅台为什么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国酒 以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要走私茅台 大家想要知道答案吗 关注九仙小姐姐 记得给我点赞 我们开始 在做茅台这期视频之前 我仔细查了一下 茅台的市值现在已经接近了两万亿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它后面的零 你用手指脚指加一块它都不够 茅台可以说在全世界酒的行业里面 是最牛的存在 比如说Diagio这种大的公司的市值 加在一起都没有一个茅台那么厉害 你们要知道Diagio手下有多少个品牌 包括Jenny Walker 还有她控股了34%的虚拟师的股票 而且人家茅台 她就只是靠着一个飞天茅台这么一个产品线 一个品牌 提到茅台呢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说你有钱才可以买得到茅台 而且只有那些很有钱的人才可以消费得起茅台 所以茅台的味道总是被人忽略 我之前的一段时间其实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当我喝了很多的威士忌和红酒之后 回来突然有一天有人在请客的时候给我拿了一瓶茅台 我尝了一下就是当你用品饮威士忌的角度去尝一瓶茅台 我当时的感觉还很好喝 我那一刻才知道茅台这个酒在中国为什么可以那么收换牛 当然现在的价钱是越炒越高 有点炒得离谱了 尤其是我们美国的价钱 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一瓶375毫升的茅台 也就75美金 其实去年在疫情之前 我们一瓶375毫升的茅台也只是卖到三百八四百美金的样子 现在多少钱了 现在800块钱美金 中国也就无非500毫升卖个3000块钱 可以说美国的茅台要比中国的茅台贵一倍的价钱 这到底是为什么 总结的原因就是美国缺货 在茅台的整个生产量里面 它出口的茅台其实都占不到5% 而且随着疫情的这段时间它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在我们美国的市面上 最新最新的茅台也是2019年的 大家都看不到2020年的茅台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选择去购买走私的茅台 它价钱是非常便宜 但是茅台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真假 因为你花再便宜的钱 你买了一瓶假茅台 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好了真假茅台我已经跟大家聊完了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怎么才叫茅台 一些不怎么了解茅台的人呢 他都会问我 哎 菲菲 那个茅台有茅台王子酒 有茅台银鞭酒 有茅台唇 还有茅台布老酒 这些茅台到底算不算茅台 为什么价钱差这么多呢 就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个茅台的一个星座酒 首先呢 为什么叫飞天茅台 大家有没有听 这个飞天很耳熟 大家可以仔细的注意一下 它瓶子上面会有一个仙女 就是飞天茅台的一个标志 所以它叫飞天 而且我们市面上说的那些非常非常贵的茅台 通常也是飞天茅台的这个系列 包括年份酒 15年 30年 50年 再来我们看茅台 只有王子酒和迎宾酒会写 同样是茅台股份有限公司出产的酒 那王子酒和迎宾酒 其实可以说是 就是我们在制造一个白酒的过程中 它用的是酒尾的部分 所以它那个价钱会差很多 那现在我们来聊聊 茅台迎宾酒和王子酒和飞天茅台 到底酒的这个酒业差在哪里 茅台迎宾酒呢 采用的是两年的机酒 茅台王子酒采用的是三年的机酒 那茅台的这个飞天茅台 采用的是五年以上的机酒 而且茅台酒是属于降香工艺中 使用最好的昆沙工艺 而迎宾酒呢 和王子酒在采用的是翻沙的工艺 我们现在来聊一下茅台 跟其他的农香型的酒 到底有什么区别 要知道白酒的制造过程 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大驱时间 那茅台的大驱时间呢 是长达六个月之久 才可以流入置驱生产使用 那比起其他的白酒呀 要多放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而且大驱的容量 是其他白酒的四到五倍 再加上茅台酒需要长达四年以上的存放 才能勾兑 然后呢再存放一年 使它的酒体变得更为纯美 这也就是为什么 降香型的白酒通常比浓香型的白酒 它的成本要高一些的原因了 也是茅台为什么那么好喝 而且还那么贵 其实今天分享的这期视频 并不是想要关注茅台的背景和它的价钱 而是要在过节之前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如果你们真的是刚需需要去买茅台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要通过官方渠道或者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虽然贵但是买的安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白酒感兴趣 我们可以拉出去一天专门聊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拜拜